中国葡萄酒 我觉得最近有三个层次的变化 首先是对葡萄酒品质的要求是越来越高 最近年我们通过海关数据表明 进来的数量有所下践 但它的总价是在上升的 是说明每瓶酒的单价是在提高的 间基就证明了我们葡萄酒的单品的价格是越来越高了 出门国内消费者对葡萄酒的品质有了越高的要求 第二个就是葡萄酒消费的群体在不断地扩大 原来葡萄酒主要是在一些年轻人 在一种生活方式中有所体现 现在越来越多的消费群体 多在使用和基础的葡萄酒 在一般的普通的宴请社交场所多有 它的消费的年龄也在提升 有可能现在一些中导年龄也会在饮用这个葡萄酒 第三个就是葡萄酒的消费区域 也在不断地扩大 原来那么进口葡萄酒 几乎都是在沿海城市 比如上台 浙江 广东比较流行 那现在其实国内的一些内陆城市 省份的消费群体也越来越多 包括像安徽 湖北 湖南 甚至东北 葡萄酒的这个销量也在不断地增长 中国现在所消费的主要葡萄酒类型还是以红葡萄酒为主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钢红葡萄酒 但是一些钢白 气泡酒 还有些桃红酒等 其他类型的酒在中国也越来越多地得到了消费者的喜爱 特别是沿海城市 他们对钢白 包括像意大利这种 葡萄酒 还有气泡酒等等 都受到了这个消费者的青睐 不是说餐厅里没有葡萄酒菜单 葡萄酒菜单往往只会在中国的高级餐厅里会出现 然后普通消费者他认为 餐厅里所销售的葡萄酒的价格会高于 从其他渠道里买到的这个价格 所以那么我觉得这个 普通市场里面的一些烟酒行 就是酒庄是中国消费者主要购买的 这个产地和渠道 所以海外酒庄应该是要保持 同这些渠道的这个合作和畅通 进口商是意大利 葡萄酒进入市场的重要桥梁 已是酒庄必须要和它保持 联合合作关系的重要角色 而销售商所谓的经销商是帮助 进口商打开中国市场的重要角色 所谓的二传手 所以酒庄在跟销售商基础的过程中 不能抢夺了这个进口商的市场 只能是帮助这些经销商进口 在中国进行非常好的这个市场的这种布局 而是不能直接跟它发生交易 我觉得要了解的信息很多 首先我觉得对中国的这种海关的政策 光税这些要有所了解 第二就是对中国消费者的这个 对进口葡萄酒的这种血爱的范围 也要有所了解 包括这个葡萄酒的口感 价格 还有酒盆酒不要等等 总之我觉得要了解的东西非常非常的多 那个但是酒庄又不能一步而去 所以我还是希望这个海外酒庄 想了解中国市场 还是需要找到庄英的机构进行咨询